HIGH 大家好 我是艺术的韋恩 大概3年多前 剛來艺术這邊 隔壁有一間車行 有引進這個Apas 695的版本 當時我覺得這個車帥 然後我有跟MINI 啊 GOFU做比較 最後會選擇Apas是因為市場上剛好有手牌 价格也是我的预算之内 我等他等了大概一年多有 在等这个市场上有代理商引进这个车款 那刚好大概过一年多刚好有这台车出现 那也是因为老板的原因帮忙谈这台车子 然后就购入了 前身在日本 刚好从日本来 底层数也是预期内的 大概跑三万多公里 一二年的车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台车 要动力有动力 要底盘操控都有 就比较均衡 我第一年开它都是保持原厂的状态 那去市应啊 跑山路啊 第一年过完之后 平凡的跑山路 避震器啊 下山脚架 因为车铃的问题有点老化了 我就进行强化 再来就是动力 当时有保持原厂 那我只是把排气管头段换掉 就像避震器啊 底盘的拉杆 椅子啊那些 因为一大一车 在台湾啊 有点水尘部署 也经历过很多坎坷的事情 风扇啊 台湾夏天其实很热 台北市新北市这样走走停停 很无时无刻都在运转 夏天长时间是这样子 导致它烧掉 那我已经换了两颗 一年换一颗 跟车友讨论下就是 不然引擎盖换掉 换有开孔 在夏天散的也会比较好 换了这个引擎盖 让它变轻啊 然后又开孔 可是下雨天我把它贴起来 陆陆续续这样改 到现在 现在就是因为 波轮的关系 我们之前鞋电脑的店家 没有处理好 波轮的温度过高 那导致它外壳裂掉 所以我这阵子啊在等波轮 国外 从国外买套件回来 下周会到整套的波轮 进去的机器箱啊 油管整座的快板 我们现在波轮刚飞到台湾 然后刚才去取货 那我们现在要去 旺华的利诱汽车那边 看我的车子 顺便把我们波轮载过去 那因为我们从英国订东西 飞来台湾要转好几个地方 这一批货刚好 海关没有抽查到 就它会随机抽检 那像我上一次订原厂的 Brembo的卡线 那刚好海关抽查到 台湾海关那边 卡了大概一个礼拜 这次是因为刚好 然后运气比较好 然后我没事 然后就放紧了 今年的税金又涨了 去年订的时候没那么贵 去年订卡钱的时候 大概5万8左右 那税金才6000多块 这一次比较夸张 这一次我的金额还比较少 大概在5万3左右 台湾的税金就 1万1670块 我们来拆箱那个新的涡轮 还有一些零配件 这是备油管 原厂的已经老化了 我就订一组新的 进气的漆管 因为换涡轮漆 漆管也要跟着换 再来就是 台湾的头段 整套涡轮含在里面 蛮划算的 再来就是这些就是 涡轮的配件 一些零配件 这个是油管 就是涡轮的油管 再来就是 锅轮本体啦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角 再来就是 DNA的 卡帮的进气 整套的 集气箱 卡帮的集气箱 超帅的 然后这是 西阿法上面的 防止灰尘 跑进去的 一个小箱骨头 那我们这一次 基本上就是这样 征集这些东西 再来 不长 嗯 然后 突破 脖 对 它起身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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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最期待的中期 终于上车了 这次重点升级就是 渦轮本体 进气 还有排气系统 就正好 日后我可能会上马力机座 重新调整电脑 风油那些 全部把它调整到正常 它这个渦轮能发挥的 潜力 这几天有在路上 因为要磨合 渦轮要磨合 前几天有稍微去山路 吹了一下 感想的是 比原厂好很多 这一次APAS的改装 我纯属分享 那我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 改装的东西就是一直尝试一直尝试 只有个人喜不喜欢 一份 2 2 3 5 5 5 6 6 5 6 6 6 4